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另一輯的黃冠散打2.0 今天是3月11日 星期一的日子 因為在公司做得比較晚一點 所以回來也比較遲一點 我們來聊聊兩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 想分享一下過去的週末 上了去廣州一個一天的行程 主要是因為疫情這幾年 其實都沒有上過廣州 我也有講過 其實我在廣州也有一些親戚 我姑媽 以前姨媽 姨媽就離開了 所以都有一些表高 表正 所以這次就上去主要探探姑媽 因為姑媽年紀都大 今年已經九十幾歲了 已經是 還好 身體健康的情況 都算是以一個九十幾歲的老人家來說 其實相當不錯 不過可惜幾年前開始 發覺就開始患上這個老人痴癌的一些症狀 就是Alzheimer的疾病 所以這個情況都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趁周末上去探探姑媽和表哥表姐 記得幾個星期前 其實那次就在香港有一個長輩 因為有些意外 家居意外 就受到身體有些事 就需要入住在香港的一個 所以要做一級的一個護老中心 我當時也有在散打那裡分享了 那次的經驗其實就真的不太好 雖然他說是香港政府的一級的一個設施 但是所見到的環境 裡面的人或者員工 就是員工和院友的比例上 其實就都真的不太理想 還有那次見到的長輩 他當時的精神狀態也都比較差 所以整個感覺就真的 可以說是挺深厚的 不過也很幸運 似乎那位長輩近這兩個星期左右 情況都有所改善 精神狀態也恢復了 很多局部的記憶力 起碼是一些自己的家人 都認得到 認得到的樣子 叫得到的名字 簡單的一些溝通的話 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有時候思想都不是很清晰 我想始終很有趣 其實人的身體 真是很奇妙 當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一個個體 你可以說人身體的一個 自我修復能力很強 當然也都是 很多時候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身體狀態 機能比較好的時候 當然那個修復能力比較強 但是去到你年紀月長 當然那個自我修復能力 也都會有所減退 所以對於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來說 在兩三個星期之間 其實都看到他的精神狀態 都有所改善 其實這個實在非常感到欣慰 老實說是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只可以說一下 真的很感激 也很感動 這件事是 講到上個星期六 就上去廣州探姑媽 姑媽的環境 因為她都要入住老人院 因為她開始 那個老人痴呆的症狀 有時候都比較嚴重一些 自己的子女都還認得到 但是就是在生活習慣上 當然會經常忘記一些東西 亦都轉過頭也忘記 很多時候一些 如果家裏有老人痴呆的家人 相信就會很明白 我自己之前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譬如說 她真的會是 剛剛說完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十秒不夠 轉頭就忘記了 所以是不斷重複的問題 不斷問的東西 其實說話都會重複 跟著一些動靜 比如說她喜歡找東西 喜歡在房間裡找東西 假如每天都會找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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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時候都挺洩氣的 通常就是 日休息的時候 她就會睡覺 晚上半夜三更 她就會很精神 然後在房間裡 到處找東西 會找人 等等 所以 都真的需要一些 專業人士 或者比較多的時間的人 陪伴 看著 所以 姑媽被安排 她的子女被安排 進入了一些老人院 但是 姑媽的家庭狀況 其實就比較好些 所以 入住是比較好的 一些規格的老人院 所以 反差都挺大的 這次 當然 每一個人的制遇 處境 當然很視乎 她家庭狀況 經濟能力 所以 這些不是想做一個直接比較 也不代表什麼 不過 星期六所見到 原來在廣州 一些老人院的設施 我聽我表哥表姐說 其實他們都看了 好幾間不同的老人院的設施 最後選了這間 當然 收費一定會比較貴 但是 其實我所見到的 整個老人院 佔地的範圍 院舍佔地的範圍 都挺大的 分開獨立 又好像十個不同的大樓 是長型的大樓 每一個大樓 只是兩層高 方便那些人順順順順順 獨立散開在一個地區 又有內縣 綠化一樣東西 又有一些亭台樓閣 又有漁池 花園 康諾斯斯有另外一個建築 醫務的 醫療的 又有另外一個建築 所以整個範圍的佔地都頗大 規模的樣東西 其實都頗好 例如保安設施 亦似乎是不錯的 起碼我們駕車進去 他們會問 你做甚麼事 見誰 結合吃 到我們離開的時候 那個搜集那個 亦都會走過來看車內 你裡面坐甚麼人 應該聽聞 確保你不會偷偷帶老人家 離開院舍 因為他們其實都要有責任 我覺得這些似乎都起碼做得足 所以環境方面來說 當然是挺企利的 但收費方面來說 亦都相當厲害的 老實說 還有 我自己很幸運 我暫時沒有自己的家人入住老人院 所以對於香港的老人院那個收費 那樣東西來說 其實我就真是不甚了了 不是很理解 但是至於廣州的老人院 後來我跟我的哥哥表姐了解 多少錢 這些當然 他給了這樣的規格的話 當然就不便宜了 但是原來廣州的老人院來說 其實那個收費 都有很多個不同的名目 不是一個收費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包包甚麼 當然你住的是單人房 還是跟別人同住 當然這個收費一定有分別 但是原來不單是這麼簡單 一個困難的轉費 因為首先就是有一個所謂的賺助費 即是你入院的話 我想有一點像是甚麼呢 好像那些國際學校 那個這樣的 他們叫甚麼那些話 糟了 我一時說了 我忘記了 其實你好像買位一樣 那個就是這樣 那個叫做賺助費 而這個賺助費 就是譬如你一年 是多少錢 這樣就沒得退的 這個就是你給了錢 就一年這樣 這個錢有沒有轉讓 好像應該都沒有 因為其實它是以時間的 你可以一年 你可以逐年逐年給 一年多少錢 多少萬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叫賺助費 但是它有些抗儉 如果你一次過給三年的話 就好像打個八折 問題就是 總之三年之後 你又要再更新 但是就 聽聞說 其實就 比較少人會一次過 就比三年的話 因為老實說 始終我們說的是老人家 老人家 就是 可以 住多久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老實說 所以似乎就比較多都是 逐年逐年 給那個年費 就是一個賺助費 賺助費之外來講的話 跟著當然 就要 就是住宿 住宿來講 就是剛才所說的 OK 視乎你是 就是單人房 就是兩個人有一間房 它好像最多是四個人一間 一個房間 那如果你是單人房的話 就會好一點的 因為單人房 會比較大一點 可以請個看護去全日去陪伴 但是 那個租 原來就不是一個房計的 是以一個人計的 譬如說你住單人房 那你就單人住一個房 那就收費 但是如果你有個看護同住的話 那個看護要另外給的 就是一樣要照收 雖然你是兩個人share一間房 但是他就一樣照收 就是兩個人的錢 除了這些資料來講 就有很多其他信用 就是看護有看護貨 就是巡訪的有巡訪費 之類的 一些醫療相關的附加費 其實就是一 吃東西當然又要吃東西的費用 那些就不用說 除了這些 譬如說 可能一些體檢 一些普遍的看護貨 當然那些又有收費 那些 一大堆的意外來講 你不要以為這些是選擇 它不是說 一個基本的房間費用 那些是選擇 其實不是選擇 全都是compulsory 不過他將它分開不同的項目 然後不同的收費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等於都不能選擇 那你沒得選擇 那你為何不需要一個package 你收費 總之就分開所有項目 好像是可以有很多選擇 那大家其實就是毫無選擇 基本上全部都要收費 那這些就是official的費用 那當然你知道在國內 那可能都不是國內 可能在別的地方 譬如你都有一些非著名的 但是呢 你基本上有無法離開的費用 譬如說 就是過年過節 那你當然要封禮事 那麽例事來講的話 當然 你因為一個院舍這麽大的話 就由掃地的看監的 就是前面保安的click 都少不了 所以其實那些呢 那當然是不成文 但是你自己封多少封多少 所以我想某程度上來講 又不可以說是因為國內的因素 而要給這些的 譬如說我過去都經常說 在美國來說的話 就是我講的小費文化 其實我都真的 懂得整理美國的小費文化 有些是頂不順 吃不消 所以你當這些是小費 但是它就是過年過節 一些大節 當然這些是例子 這些當然是加起來 所以這個是我想不同的安排 再說 因為我在香港 我沒有機會去了解 起碼自己親身沒有接觸過 我不知道香港的這些老人院 就是院士 那個收費是怎樣 是比較簡單的一個package 還是真的有拆開很多不同的名目 我想這個情況可能也有點像現在 一些學生歌上學 我也聽 我自己沒有小朋友 所以可能有一點 說起來好像很低B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經驗 沒有什麼接觸 但是聽了很多有小朋友的父母說 學費之外來說 還有很多不同的名目 就是校服那些不用說 那些已經 接著就是線食 旅行 也是很多不同的項目 但是那些是否可以 有得選擇 你是要還是不要 我不知道 OK 我想吃飯那些 不知道是否可以選擇 譬如說如果 如果父母說 我的兒女我每天都有工人 姐姐送飯去的 那我不需要給這個 飯送錢 那行不行 我不知道 如果有朋友 有興趣 可以在我的YouTube 分享一下 香港的這個 學生歌的那個費用 或者學校的那個收費的情況 那就多謝分享 我也知道一下 雖然去到我今時今日 這個年紀 都不會想著 有什麼需要 真的涉及到自己 要關注 不過都是當是 知道多些社會的 一些不同的層面 所以這個就是 在周梅彬的時候 想去的 但是雖然 就是這樣說 姑媽的那個 老人癡呆的情況 是 都比較 繁擾 但是呢 都很開心 就是 她的健康狀況 都相當不錯 就是說話 非常清晰 聲音 很紅亮 還有認得到我 就是 會叫 不過 我太太 就可能 相對少見 她就不太認得 這樣跟她說 但是 轉頭又認不到 這個是誰 又再問一次 所以 都感覺上 就是這個 老人癡呆的一個病症 那個 都真的幾 我想幾 怎麼說呢 我也不應該怎麼說 其實都幾 都幾 都幾 煩擾 這件事 其實 我有心想 如果是要照顧 一個這樣的 患了久之外 症的病人 其實勞心勞力的時間 上面 那個負擔 其實真的很重要 這件事 這個是 就是 因為 譬如 在我 當日 大陸大樓 其實一個小時 不夠時間來講 其實 很多的說話 已經是重複了 是 數不到幾多片 已經 是不斷重複 其實 當然 對於我 幾年才見一次 我 當然 其實我見到姑媽 那個精神狀態 我已經是 我完全不介意 見到她 那個人是精神健康 我其實已經是 一個最大的 一個 一個安慰 已經是 其他事情已經 不重要 你已經是 但是 我也想 譬如說 我的表哥表姐 他們送姑媽 入老人院之前來說 是需要 經常對著姑媽 這樣的狀態 其實 心理的壓力 精神的壓力 其實 都真的 真的不少 正 我跟著想到 譬如我姑媽 其實 她三個子女 即是 我三個 表哥表姐 去照顧她 一個人 但是 表哥表姐都說 都筋皮力竭 已經是 三個人 照顧一個 有老人痴癌 的情況 的老人家 都感覺上 這麼吃力 就是 筋皮力竭 的話 我心想 現在中國的家庭 的狀況 一孩政策 實施了35年 現在很多家庭 父母當然只有一個小朋友 父母上面有各自父母 即是六個成年人 去供養一個小朋友 這樣 供養的時候 相對比較輕鬆 至少在財政上 相對比較輕鬆 因為六個人供養一個 但是 隨著 即是 祖父母們 父母們 越來越年紀大 那個小朋友 一個人 如果扔轉來 要看六個 長者成人的話 嘩 怎麼搞呢 我心想 這個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絕對是一個社會問題 而這個社會問題 不是說 會不會 如果 而這個問題是 When 是何時 因為是必定會出現 OK 好了 那必定出現來說 那是怎樣呢 到時來說 是 那個年輕人 或者那個 最小的人 來說 他是 老實說 你就算 不做工全職的話 其實你都 沒有辦法 去照顧六個人 好了 那 好奇 你說 找人做 找人看 找人照顧 哇大哥 他小時候六個長者 去供養一個人 就容易了 你一個人 要 財力上 要照顧六個人 還沒計自己要吃呢 要煮呢 OK 這個 財政上的負擔支出 那條數 怎麼算 我想一想 我都 我那天 就是 就是 離開的時候 在車上 我一想 哇大哥 我去想一想 我真的都 呆了 飄冷汗 不是開玩笑 這個情況來講 對於 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 未來的經濟上面 這件事 如果年輕人的話 不管了 就 說他 推出去 把球交給社會 交給政府 交給黨中央 那 怎麼搞呢 這件事 我一想到這件事 當然 糟糕 這個 未來這個 肯定是一個 計時炸彈 這個計時炸彈來講 其實已經是 滴賊滴賊滴賊 一直在倒數 這件事 好了 所以 這個一孩政策 我們以前來講 都還想到 後遺症 只是去到那個 生產力 那件事 到現在 開始再進一步 想到 怎樣可以搞到 照顧到 這些 agent來講 那個問題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件事 交給一些 有識知識 去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 其實講到 國內的 現在那個 老人家 醫療 整體那個 環境來講 其實我也想講講 現在南韓那邊 一些醫護的 受訓的 他們叫做 訓練員 醫生的 學習生 的一個 罷工的情況 這個罷工情況 其實都已經是 個幾禮拜 他們已經出現了 暫時都仍然未見到 有任何一個 解決的一個情況 那些罷工的醫護人員 不是所有的醫護人員 主要就是那些 醫生的實習 實習醫生 實習醫生 南韓政府似乎都很堅硬 因為 他們覺得 這個 當然兩邊的觀感 或者觀點不同 但是 我作為一個 旁觀者 其實 我 過幾禮拜之前 開始見到這個消息 或者新聞的時候 我都 因為我對整件事情 不太理解 我不太知道 到底 那個問題 是哪邊 的問題 比較大些 或者 政府 就是 當時聽到 就說 南韓政府 想將每一年的 醫科 收生的 數字 提高 因為 南韓醫生的人數 相對比較偏低 所以 對於整個社會來說 醫療系統 其實是有一個 很 不正常的情況 壓力很大 所以 在南韓政府的立場 就覺得 要增加 醫生的名額 就有這樣的 迫切需要 而且 今時今日的情況 當然 不是 一夕之寒 冰封三尺 就絕非一夕之寒 其實 就已經是由來 一段長時間 看看 一些 消息來說 其實 上任的 南韓政府 在2020年的時候 已經提出過 提高 醫生的 收生 大學的 收生的數字 但是 最終 好像類似 那樣 實習醫生 反對 威脅罷工 最後 政府 退态 取消了 計劃 但是 經過幾年之後 情況不同 當然 現任的 韓國總統來說 他本身是 檢察官 所以 可能 他認為 在法律上 或者 在社會層面 來說 他的決定是對的 所以 比較堅持 還有 警察官 也比較強硬 在取態來說 所以 絕不妥協 已經 甚至乎 對於這些 一直不肯聽話 不肯復工的 實習醫生 已經出了信 你多久 還不回到工作崗位 就簡直將 你不用指望 可以執業 即是 醫生的實習期 完結之後 獲派的醫生證明 這件事 將不會出現 那就看看 可以怎樣 所以 其實 聽整件事情來說 其實都幾乎複雜 所以 就 做了少少的 在網上 嘗試了解一下 整體情況 然後 就跟大家 講一講 我不是想 我不是去 評論 對與不對 我純粹就是 從網上 找到的資料 看看 就是現在 南韓那個 醫生 和社會 來說 一些 不同的 數據 就讓大家 去看看 所以我先把鏡頭 轉一轉 先 好 這個是 我找到 在彭博上面 它有一些 數據 提供一些圖表 純粹是 看看 南韓的 醫護 或者醫生 的情況 和其他國家 比對一下 大家可以 有所了解 首先 先講到 南韓 整件事的起因 就是因為 南韓的人口 和醫生 比例 比較偏低 另外 南韓每一年 醫科生 收生的數字 一直都沒有 怎麼增加 而 為什麼沒有增加 就是因為 現職的醫生 或者實質的醫生 反對 因為 似乎 我們看到的原因 是因為 他擔心 多了 收生 醫生 未來的供應 會增加 所以對他們 未來的收入 可能會 帶來影響 當然 在醫生的角度 或者實質的醫生 來說 他就不會 說 因為我們貪錢 但是 醫生來說 他們就提出 提高收生 並不能夠改變 或者 並不改善 現在的醫療機制 一些不合理的 不正常的情況 譬如說 他提出 現在在南韓 來說 大部分的醫生 即是他們的 私人質疑醫生 都選擇在大城市 所以 就令到一些 比較郊區 小城市 醫生的數目 就嚴重地偏低 所以 你就算增加收生 都不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之罪 接著就說 醫療責任 所以 其實在罷工的實習醫生 來說 他們就覺得 系統本身 是有很多問題 存在 你增加 醫生學位的數字 並不能夠針對性 地解決這些問題 那 我就這樣聽下去 就好像 沒有什麼關係 即是 你 增加 這個 醫生的名額 不能夠 直接地解決這些問題 那你不增加 是不是 就解決到 也不是的 你不增加 其實你會衍生更多 其他問題 老實說 在過去幾星期 我也看到不少的新聞 報道 有些病人 失救 有些病人 又沒有病 變成有病 有病 變成大病 大病都嚴重 嚴重那些 也沒有辦法 因為實在不夠人手 所以 就真的 在那裡 劈了一邊 也有人 因為這樣 而失救 而去世 所以 問題 其實 你說 收多些學生 醫科學生 解決問題 你不收 是否有解決問題 老實說 所以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很牽強 也要讓大家知道 到底有多少 實習醫生 是罷工 如果看彭博的報道 現在南韓有 13,000個實習醫生 據聞 有九成是罷工 這很厲害 13,000個實習醫生 有九成罷工 即是一萬一千多個實習醫生罷工 這是相當龐大的數目 當然是全國性 但是更加影響所及 其實就是很大 我們首先看看 南韓 醫生 醫生 這個是學生 醫科學生 的 人數 在2007年到2020年 這裏說了十幾年了 OK 那個情況 其實見到 就在這個比對 就是個別的一些西方國家 或者是比較先進的國家 其實很明顯地見到 從2007年到2020年到2013年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 老實說 醫療服務 其實應該跟人口 有一個正常的增長比例 其實簡單來說 就算是學校 你師生都有一個比例 有一個Ratio 所以其實 你隨著人口增加 當然 南韓不是說出生率很低 是的 但問題是 過去十幾年 其實南韓總人口都有增加 隨著人口增加 以及人口老化來說 其實你醫療的服務 醫療的人員 那個數目 需要增加 這個都是很合理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 美國、日本、英國、法國 在過去十幾年 那個醫科學生的人數 都明顯地有增加 唯獨是南韓 不單止沒有增加 甚至是減少了 你見到 在最左邊來說 在2007年的時候 南韓 這個是每一年 每一年 南韓話少不少 都幾千萬人 醫科學生 三千五百人 去到2020年的時候 竟然只有三千一百人 即是不單止沒有增多 醫科生 甚至乎是少了 現在 好了 即是大家不知道 現在南韓政府的建議 是說增加多少 醫科生的學位呢 是在現在的基礎上面 即是大概三千幾個 醫科生的學位呢 它是建議增加多兩千 老實說 你說就算增加兩千 兩千 即是等於五千 五千數目 所以就算是增加 其實每年的醫科學生 那個人數 仍然是 至少是遠低於 法國、英國 跟日本、美國 就更加不用說了 但現在的實習醫生 都反對得很厲害 另外我們想看看 以人口來計 醫科的畢業生 跟不同國家的人口的比例 其實大家都看到 南韓來說 其實都算是少 當然你說 日本更少 對呀 日本是少 但起碼在那個 醫科生的 每一年的修生 其實都明顯地高些 其實他都起碼是 在做一些事情 去希望改善到 這個情況 美國就好些 以每十萬人口 來講 有8.5個醫科生 南韓、日本 真的可以少些 但相對於歐洲國家 其實人家 每十萬人口 就有十幾個醫科生 很明顯 醫科生跟人口的比例 南韓是屬於比較低的比例 好了 大概知道現在的情況之後 也挺重要的就是 你做醫生 找銀如何呢 因為在我角度來說 似乎 觸發點都是淺 多了人 從醫 多了競爭 多了人 欠飯碗 當然會影響那個收入 這個應該是市場的定律 好了 我們又看看 南韓來說 一些是自顧醫生 跟當地的平均工資的比例 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 原來南韓來說 一個自顧醫生 跟南韓的平均工資 這個比例都挺高的 是6.8倍 這是當然2021年的比例 相對來說 比如說 Belgium 德國 法國 加拿大 澳洲 別人那些 其實那個醫生 的人工 是跟他們當地平均工資 就是說 那個倍數量是少很多 南韓 所以其實南韓的醫生 就是這樣看的話 那個收入其實都已經算是高收入 所以 我看完這幾個數據 當然 可能都是只是 一些片面 未必是很完整 所以對於整件事件 這些 南韓的見習醫生 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 我不知道 拍檔 Eddie 因為Eddie 對韓國 比較認知 我想 這個星期四 我都會把這個話題 或者這個問題 交給Eddie 看看他 有沒有在這方面 有所理解 因為 我對南韓的 在這方面來說 其實認知不太多 都是這幾天 就得起心肝 想要 了解一下到底搞什麼 因為 現在的情況都是幾僵 涉及人數 剛才都說了 罷工的實習醫生 是一萬一千多人 影響到南韓普遍的國民來講 接受醫療的情況 也似乎是幾嚴重 那怎樣搞呢 暫時看來講 其實就是 我只可以說 當然我不是說 做一個批判 但是 我似乎比較傾向於 支持南韓政府 起碼提高 醫科學生的 數目的一個方向 希望這個情況 可以能夠有一個 比較妥善的解決 因為始終人命是涉及到一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了 今天的散打 不覺不覺 都講了差不多八個字 好了 要去到這裡 就改一段落了 因為都要 完了之後再上再埋 然後就 跟著我去吃飯 是不是 好了 下個星期 跟大家再談 大家保重 Take care Bye